在一座寺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和他的弟子们 每天晚上,老和尚会带着所谓的弟子一起祈祷 每当老和尚祈祷的时候,他的嘴唇都不动 他只是简单地闭上眼睛,双手合十,静静地站着 有一个弟子发现了这一点 每当他看到师父这样祈祷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疑问 有一天,弟子再也没有办法忍住好奇心 他来到老和尚面前,问道 师父,每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的嘴唇都会动 我们都会用自己的言语,表达我们的愿望 并通过这些言语,向神灵祈求我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但我注意到,你祈祷的时候,嘴唇从来不动 你只是安静地站着 在你祈祷的时候,我完全看不出你在向神灵祈祷任何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 老和尚听了,笑着说 孩子,让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次,当我路过王宫附近的时候 我看到国王站在王宫门口 就在这时,一个乞丐来到了王宫 他站在国王的面前 身体看上去是那么的虚弱 衣服上都是破洞 他是那么的虚弱 似乎已经饿了很多天了 好像他随时都会失去知觉,晕倒 国王问他 你想要什么 乞丐回答道 尊敬的陛下 我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 看着这样的我 我还需要说什么吗 我的存在就是我想要的所有 说完这些话 乞丐就沉默了 国王预示到了自己的错误 他立即吩咐手下准备了食物给乞丐吃 并为他购买了昂贵的衣服 还为他准备了一所房子和一份工作 说完这个故事 老和尚看着弟子 如果那个乞丐向国王要食物 那么他就会得到食物 可是这样做的话 他就得不到衣服 住的房子 一份工作 所以他把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留给了国王 他简简单单的 站在那里 就是他的祈祷 然后国王 然后国王根据他的状态 他的情况 给了他任何他想要的 所以他不仅得到了食物 衣服 还有住的房子 一份谋生的工作 我的孩子 自从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不再向神灵祈求任何东西了 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现实中 没有什么是可以瞒过神灵的 他知道我们想要什么 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 如果我们以我们现在 有限的心向他索取 那么我们一定会有所损失 而当全能的神灵 根据我们的状态 给我们的时候 他就会给我们任何我们所需要的 所以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向神灵祷告 要求任何的东西 我们只要真心的 把自己交给神灵 让神灵看到我们 这样 祷告就会成功 这样 神灵就会听到我们的祈祷 给我们真正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不难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祈祷 都在渴望 都试图将自己的心愿 用言语表达出来 我们试着说出自己的愿望 或者在脑海中思考它 这样我们以为 我们就能让神灵 让宇宙清楚地了解 我们想要什么 但实际上更有效 更好的祈祷 则是 放下 顺其自然 因为宇宙知道 过去 现在 和未来 它知道我们心中的 每一个活动 每一个想法 它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什么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当我们向神灵 向宇宙祈祷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祈求那些 我们有限的头脑想到的 祈祷时 我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 完全地沉浮 放下 当神灵看到我们的状态时 他们 就会赐予我们 真正需要的 这会比我们想象的 要多得多 我们祈祷时 说的话并不重要 但在祈祷的时候 你的心 越能与神灵 联合起来 你的祷告 就越有效果 当你祈祷的时候 不要试图用言语表达 让自己 沉浸在 宇宙 神灵 至高无上的 爱的能量里 和它 合二为一 当你的心 和那至高无上的力量 合二为一的时候 你的愿望 你的祈祷 就一定 会实现 欢迎在视频下方 留言告诉我 最近一次 你许愿 是什么时候呢 如果你喜欢 今天的小故事 记得点击打拇指 把它发送给 你的家人和朋友 如果你刚来到 我的频道 记得点击小铃铛 订阅哟 那我们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击小铃铛 我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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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订阅